好让新闻现场继续来关心 平科大硕士班的朱姓毕业生 上个月13号到高雄桃园区西南山 采集昆虫标本失联 到现在人都还没有找到 朱爸爸昨天在脸书po文 谢谢所有的搜救人员 还寄出了30万的悬赏金 希望可以赶快找到自己的宝贝儿子 而搜救队伍当中的 六规救难协会飞鹰大队 这几天持续在山上搜寻 却有了意外的发现 竟然在海拔1500公尺的山壁上 发现了四只台湾黑熊 空拍机升空拍摄 拍下人走不到的山崖地带 却发现树丛立有黑影 镜头拉近来看 是一只台湾黑熊 它正在吃着树叶嫩草 吃得相当的奇境 再往上一点还有两只 一大一小小只的也是埋头 吃着树草大的左顾右盼 似乎观察附近状况 保护着小熊让它安心吃饭 这个地点是在高雄桃园区 西南山海拔约1500公尺的山区 发现台湾黑熊行踪的是 六规救难协会飞鹰大队的搜救教官 开始就是我看到那个底下那只黑熊 那我要离开我想 我拍到就好 我要离开的时候 把直升机往上拉的时候 却发现上面还有两只 结果里面还是草丛里面 还有一只大的 它守候在那边 很少看到就是说 整个家庭类似出游出来觅食的 这还是点头一招 因为持续在山区搜寻8月13号 上山采集昆虫标本 失联的品科大硕士班毕业生朱清凌 却意外发现四只疑似 台湾黑熊家族外出觅食 让搜救教官陈明华相当惊喜 然而失联20多天的朱清凌 还是下落不明 祝爸爸脸书发文 感谢所有的搜救人员 还提出悬赏金30万 希望更多人帮帮忙 能赶快找到儿子 而目前搜救队也没有放弃 希望能有一线希望 华氏新闻邱俊平荣浩北高雄报道